第十五集 陶安郡主被纪云开掐中脖子的瞬间吓得差点尿裤子 他与纪云开离得近 他清楚地看到了纪云开眼中的凶狠 那一瞬间他以为纪云开会掐死他 可是在丫鬟与侍卫围上前后 陶安郡主就不怕了 纪云开你还不快放开我 你弄我分毫 我父王一定会弄死你 这么多人看着 我确实不敢伤你 纪云开笑容满面 不见一丝阴霾 要不是右脸上的黑斑 他这一笑必是明艳动人 你既然不敢伤我 哎不快放了我 陶安郡主看着纪云开面上放大的黑斑 恶心地别开脸 离得远 只觉得纪云开脸上的黑斑难看 近了则是恶心 他真怕自己多看一眼会吐出来 纪云开淡淡道 放了你 陶安郡主你把我纪云开想得太高尚了 我纪云开从来不是一个以德抱怨的种 你一再用鞭子抽我 我若不回报一二 如何对得起郡主的厚爱呢 他今天不给陶安郡主一点颜色瞧瞧 不把陶安郡主打败 惊中其他贵女还不得欺负死他 骄纵任性的小女孩什么的 真的很讨厌 要不能一次把她们打败 日后就会麻烦不断 你 你想怎样 陶安郡主的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纪云开 你不要乱来啊 这里是皇宫 你若伤了我 不仅我父王不会放过你 就是皇上也不会放过你 放心 我不会伤你 纪云开指了指自己的右脸 陶安郡主 你知道我的脸为何变成这样吗 为什么 陶安郡主颤抖地问道 因为中毒 毒素全部积在脸上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纪云开笑得温柔 可这笑落在陶安郡主的眼里 却比厉鬼还可怕 你想怎样 纪云开我告诉你 你别乱来啊 这里是皇宫 我可是皇室郡主 不是你能动的 纪云开没有理会陶安郡主 我脸上的黑斑 其实是毒素 只要我挑破它 从中取一点毒血 抹到你的脸上 你的脸也会 不要不要 纪云开的话都没有说完 陶安郡主就吓得大喊大叫 双手无脸 像是疯了一样 纪云开 快放开郡主 我便取三滴毒血 抹在你脸上 末云开啊 哎呀 军云开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再也不找你麻烦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桃安郡主吓坏了 当下顾不得面子哭着求饶 放开你 要是我落到你手里 我求你 你会放过我吗 纪云开冷笑 不会的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我才不敢了 纪云开你放开我们 我以后再也不知道你妈妈了 我也不告诉父王你欺负我的事 桃安郡主不停地求饶 她怕了真的怕了 怕纪云开把她的脸毁了 她不想和纪云开一样 丑得无法见人 我欺负你 桃安郡主你还真会说话 虽说她现在确实是欺负人 可是谁先动的手 谁挑的事呢 不不不不 我说错话了 不是你欺负我 还是我欺负你 桃安郡主一点骨气也没有 立刻改口 骨气哪有脸重要 早这么乖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纪云开摇了摇头 她知道桃安郡主 并不是真心认错 不过是处于下风 寻求自保 她也没想过 一次就把桃安郡主 吓得不敢再来 她只需要让桃安郡主怕她 轻易不敢找她麻烦就好 郡主 让他们退下 纪云开看了一眼 将她团团围住的侍卫 冷冷地道 退下 退下 快退下 桃安郡主忙不迭道 生怕晚一步 纪云开就会改变主意 众侍卫面面相去 在桃安郡主的一再催促下 不得不退回原位 纪云开淡淡地扫了一眼 松手 桃安郡主 这次看在端王的面子上 我放过你 再有下一次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她知道桃安郡主可能会反水 但是她不能挟持桃安郡主出宫 否则她就是对的也会变成错的 桃安郡主跌坐在地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泪水和鼻涕糊了一脸 四个丫鬟第一时间冲到桃安郡主身边 一个个人一个个哭得像是泪人 主仆四人说不出来的凄惨 桃安郡主 桃安郡主吓得哇哇大叫 拼命后退 生怕被纪云开追上 桃安郡主忙将身边的侍女推出去 挡住纪云开的脚步 不想纪云开的目标 压根就不是他们 而是地上的鞭子 当侍卫再次蜂拥上前 将纪云开围住时 纪云开已握住鞭子 转身狠狠地抽向侍卫 凶狠地道 我今天倒要看看 谁敢动 非要逼他发狠 这些人才满意吗 一鞭子抽在地上 留下一道极深极深的痕迹 只一看就知道 纪云开也是一个用边好手 侍卫被纪云开杀神般的模样 惊了一跳 连连后退 然而当纪云开往前走时 他们再次蜂拥上前 纪云开小姐 你伤了桃安郡主 你现在不能走 你们要拦我 纪云开一脸冷漠 配上脸上的黑斑 看上去和杀神没什么两样 我等奉命办事 侍卫半点不让 好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拦得住我 兰花面具碎了 他心里憋了一口气 正需要好好发泄发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